拿着听筒和各种仪器的医护文员 出现在马来西亚青山慈激幼儿园 到底发生什么事? 哦,原来这里的孩子们 即将展开一场和身体对话的探索之旅 在牙科、耳鼻喉科、眼科和小儿科医师的帮助下 学会认识自己的身体和照顾好个人健康 这是棉花糖 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 孩子们全都牢记在心 女后你要不要吃糖 不要吃糖 因为糖会能喂我们猪牙 有时候我晚上我有鸡蛋 鸡蛋和豆腐 我哥哥说那个豆腐很有营养 对我现在该几次 在那个牙医讲解如何教他们刷牙 如何用正确的方法 还有哪一个食物是可以吃 哪一个食物要比较少吃的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知识 灌输给小孩子他们 就是让他们知道好像巧克力啊 糖果就要比较少吃哦 肯定是有帮助到他们啦 哇很棒啊 在熟悉的环境里检查牙齿 孩子们都勇敢张大了嘴巴 如果说他们是等到他们的牙齿有问题 才去看牙医 或者是他们不了解牙医在做什么 他们其实就会有一个恐惧 他们不知道我们去到一个房间 有一张椅子 突然间要躺在那里要干什么 可是今天的话就是给小朋友一个 很好的介绍 牙医是这样子检查牙齿的 原来检查牙齿 根本就不需要害怕 有了专业医师的指导 父母不再担心孩子鼻腔敏感的问题 因为医生有说过 我的女儿会对塵满敏感 所以我就更加了解 怎么去处理那个塵满的问题 比如说拿那个传乳去晒太阳 以及找一些特别的吸塵满的一些器具 来吸掉那个塵满的尸体 如果皮肤敏感的问题 第一 如果太严重 会影响他们的呼吸不好 他们需要用嘴巴呼吸 如果长期用嘴巴呼吸 会弄到他们脸会变息 等一下牙齿的时候会变息 如果太扯了才重新他们的问题 很难解决的 很难移的 所以其实这个美国询问是非常重要的 尽情不但能及早发现症状 也能让孩子学习到宝贵的健康知识 我们现在四岁五岁六岁的主题教学 也是在讲身体健康 在讲医生的这一方面的主题 所以也趁这个机会 邀请医生们进来为孩子们做检查 让孩子们更了解如何照顾自己的健康 也趁这个机会也可以去感恩我们的一些医生和护士 照顾大家的健康 要照顾好健康就要从小肥养良好的饮食习惯 想要让孩子吃出健康 家长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有些朋友我们问他 你喜欢吃什么 他们就毫不犹豫的就讲 我喜欢吃KFC 我喜欢吃薯条 我喜欢吃McOwners 但是正所谓这些都是不健康的食物 小父母亲他们不了解的话 他们就会带小朋友去吃这些不健康食物 小朋友他们吃的东西 就是看父母亲准备什么食物给他们 所以父母亲他们的知识是最重要的 如果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去做 比如说他会不会很挑食 会不会饮食不定这些东西 我们从现在这个时候去advise家人的话 那么可能这个孩子 他就不会走去那种吃肥的方面发展 那么对他的整体以后 长大的时候成人的健康就会有帮助 预防剩余治疗 一场健康检查 让父母更了解孩子的身体状况 也为他们将来的成长孤平了道路 收住健康 从小开始 大爱新闻 真上美志工马来西亚新上报导